香港很多地方都適合深海養殖 儲方這方面有沒有發展 如果說漁業全球發展趨勢 都是說水產養殖 就不是說暴鬧 因為我們要保護資源 資源也有限 所以香港來講 我們過往都有一個很長的水產養殖 尤其是在海面養殖 歷史也挺長的 所以漁民也有相當操作的經驗 接下來的發展 我們的方向就是要從一個近岸淺水的地方 而向一些比較深水的地方 幾年前我們已經開始做了一個顧問的研究 在香港的水面這個範圍裡 找一些合適的地方做一個深海的養殖 結果我們找到四個地方 還有我們在去年已經成功把這四個地方 指定為一個新的養殖區去發展 令我們會採用一個深海網霜養殖的技術 這個深海網霜和我們現在傳統的網霜比較 現在傳統的網霜其實是比較小的 而且還用一些浮筒加木牌的形式 沒錯 將來我們用一種模式 就是用一個鋼鐵的行架 好像一隻戰艦一樣 沒錯 一個長的戰艦一個鋼鐵的框架 浮在水面裡 然後裡面是一個很大的網霜 進行一個深海的網霜養殖 另一種就是用一些高密度的聚膝 塑膠的物料 抗風浪也很高 將來我們會在這四個新的養殖區 首先我們會開放兩個 引入這些先進的設備 我們現在大約是26個養殖區 全部都是在近來的 是一個家庭式小規模的養殖 它的年產量大約是600噸左右 佔用的水體面積大約是200公頃 將來我們四個新的養殖區 我們會說是600公頃的養殖面積 如果我們完全是全面生產的話 我們會說是5000噸的生產 是 比起600噸的生產和將來的5000噸的生產 是翻了幾倍 如果我們可以成功把現時的水產養殖業轉型的話 可以將技術提升 第二將生產量可以提高 我們怎樣可以幫業界轉型呢 像小戰艦的心海磅商 其實我們說的投資 是大約是2000至2500萬 從業界來說 第一他們要從一個家庭的作業模式 變成公司化的形式 大家去集資做一個大型的漁場 第二就是政府怎樣幫他 政府其實我們已經向財委會申請了錢 做幾隻這些深海磅商 一種是戰艦式 一種是剛才我所說的 用其他物料的深海磅商 我們想租給業界 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他們是需要給一個收回成本的租金 是是 就不需要投資這麼多錢下去了 投資的成本由政府去承擔了 工具由政府給他們 是的 他們計算到這條數 是覺得有利可圖 其實他們就可以投入下去 第二是我們會透過漁民一個組織 去跟他們 將他們聚在一起 統籌起來 統籌 我們就不需要對著個別的漁民去做 業界去做這件事就相負相成 因為他們對業界非常熟悉 他們可以組織一間公司出來 去鼓勵一些漁民去參與 希望漁民可以升級轉型 有部份的布留漁民 亦都可以轉型來做這個養殖 是 長遠的發展方向 我們就真的希望可以 將現時的家庭式的操作模式 提升到一個公司化的模式 現代化的水產養殖是一個大趨勢 其實政府怎麼可以支持這班 唐魚養殖的朋友 現代化的管理和發展呢 唐魚養殖和海魚養殖有些不同 我們所有大部份的魚塘 在新界的西北邊 新界西北部其實是一個濕地環境 沒錯 例如我們有很出名的米布自然保育區 那裏是一個雀鳥的天堂 過往來說其實都很有矛盾 因為漁民當然希望養魚 不會被雀鳥吃掉 沒錯 保育關注的團體 希望雀鳥有足夠的魚去吃 沒錯 所以漁民和養殖和保育過往都是一個矛盾 在我們制定藍圖的時候 我們跟業界談 如何可以將這個矛盾化解 所以將來來說 我們也利用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面 有一個項目 將新界的地方濕地和魚塘 變成一個濕地保育系統 OK 這個系統可以很大 即是橫跨所有的濕地和魚塘 而裏面的發展策略 就是將現在現有的魚塘 變成一個雙功能的魚塘 濕地魚塘 例如一個魚塘 它可以用來做一些生態友善的操作模式 它養魚的時候 就可以給雀鳥去吃 當然雀鳥不會全吃魚 因為是一個水體環境 剩下來的魚 就可以作為一個生態魚的品牌去銷售 而漁民的角色 將來來說 它也不只是漁民 它也可以做一個保育的工作 本地一個雙功能的魚塘 它可以作為一個生態保育者的角色 它也可以維持生計 可以在養魚和管理上有收入 我們相信透過這個模式 將過往這麼多年的矛盾 就可以化解到 第二就是在唐魚養殖的持續發展 這是一個新的方向 現代化的水產養殖 種苗和飼料的研發 其實已經有一定的發展 魚戶處如何能夠促進兩地的合作 讓我們本港的魚業戶 可以開拓台灣區的水產品市場 第一就是一個技術 有些是現代化的技術 有些是剛才我所說 在一個生態環境裏 一個養魚操作和一個生態保育 有些系統可以相互相成 另一方面當然是飼料和魚苗生產 其實過往我們和廣東省對口單位 有一個很緊密的聯繫 大家一起過往這麼多年都不停交流 互相取一個長處去學習 將來來說 我覺得在這方面可以加強 尤其是大灣區這麼多城市 不同的對口單位 他們各自都發展一些科技 沒錯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優勢 我們可以做一個交流和合作 第二就是在一個地方上面 大灣區這麼大 我們的漁民是否可以有一個發展機會 在上面找一些地方 有一個漁業的生產基地 其實我們漁民都可以透過大灣區的合作 可以上去投資發展 我們亦都有一個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基金 過往我們漁業方面 我們亦都資助過一些漁民 上去大灣區發展 市民都會經常問 香港的捕撈漁業已經漸適美了 漁湖處如何透過藍圖 沒有什麼人參與的行業 起死回生呢處長 我們最先做功夫就是暴留 香港水域的漁業資源下降 漁民開始在生計上有些困難 所以早在2010年左右 我們就進行一個所謂漁業可持續發展的研究 第一首先就是要控制到香港的暴留力量 所以在2012年我們已經控制漁船的增長 所以在2012年立法之後 新加入的漁船就很困難 第二就是我們在香港水域禁了拖 禁了拖網絮 自此之後 在香港水域作業的漁船 大約有五千手左右 但大部份都是很細小的漁船 他們因為禁了拖 和種種我們的保育措施 例如我們投放人工漁礁 又試行漁苗的放流 漁業整體環境是改善了 是改善了 所以在香港水域的暴留漁船 他們的生計和漁獲改善了 我們長遠來說 是要繼續做這個功夫 另一部份就是 在香港水域以外作業的漁船 大部份都是拖網漁船 是比較大隻的 他們拿了內地相關部門的暴留證 我們覺得這部份的漁船 他們面對同樣的挑戰 就是漁業資源下降 漁業管理措施越來越嚴格 我們要提供出路給他們 所以我們想到是否可以 幫他們發展遠洋漁業 將他們轉型到深海養殖 甚至乎休閒漁業 接下來遠洋漁業 我們會跟國家去談 因為遠洋漁業是需要配額 要一個政策措施去配合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跟內地去談 是否可以給予香港漁民 發展遠洋漁業 好